今天我們呈現 超級緊張刺激的主堡RUSH 競賽 嘿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是一隻呢 強度可以媲美術 非常強勢的一隻射手 重點是呢他非常的萬用 有輸出有保命 前期呢跟敵方的卡芬妮互相換血 也是很賺的 基本上呢 僅是一個很吃操作的英雄 利用好我們的手長優勢呢 單挑自己強的 這波呢敵方的針對意圖很明顯喔 前面呢就三個過來 這場呢我們的陣容有一個挺嚴重的問題喔 放出了皮皮 而且呢我們的輔助選的是芽芽 芽芽這英雄呢 一般來說只有在職業色表現也比較強 單排遇到呢或者電風賽 通常呢都是不太OK的 雅雅精雄呢最大價值在於 幫助隊友滾雪球 通常呢都是搭配 塔拉中路喔 或者像納克星可以打野啦 前中期滾雪球那又是 如果芽芽跟著魔龍路射手的話呢 功能性就會比較 收到限制了 而這場呢皮皮 皮皮來說呢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喔 這版本呢一般來說 我們必變的英雄有兩隻喔 分別是垮克跟皮皮 這場這英雄呢 能夠一個操作左右遊戲的勝負 皮皮的話呢他寶牌太強了 中後期呢還能夠把小兵吃起來 直接偷主堡 這場也可以看得到喔 垮克的話呢則是就算他 整場都打醬油 只要在關鍵的點呢 鉤中一隻關鍵的英雄 就可以左右團戰勝負 這位皮皮挺秀的喔 他利用大招呢瞬移穿過防禦塔 然後利用他的反彈 彈到我們 然後呢配爾卡芬妮把我們帶走 這場呢是非常逆風的一局喔 我們呢他也是營造 很需要滾雪球的英雄 而芽芽的話呢 能做的事情不多唷 以這場我們的陣容來說呢 他可能要比較後期 等到呢我跟清燕肥起來之後 再上我們的身會比較好發揮 前期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也只能夠抗壓了 扛一下 我們來看看菫好了 抽出奧義魔紋 很多玩家呢 我們看留言有人覺得菫不夠強 但其實呢菫是非常強的英雄 有些人認為他傷害不夠 切坦很慢 但是呢待會可以看到我們切敵方 全坦的摩托斯 其實呢跟切豆腐一樣 菫傷害高的關鍵呢有幾個點喔 首先呢是你的輸出方式 打脆皮的一刀呢 比如一二普攻三 如果敵方不滿血呢 是幾乎可以秒殺的 不秒呢都可以打到七八成 再來如果打坦克的話 就要多三用普攻 一套都呢多接普攻 菫的動物很好的關係呢 普攻可以打出非常多的傷害喔 再來呢當然就是我們的經濟了 這也是為什麼呢我們會帶鏈菫 出裝很重要喔 你裝備買出越多呢 傷害就會越高 基本上呢 前面買出了聖劍跟全能 打脆皮沒問題 在玩出成性之後呢 切坦也是很OK的 這邊注意敵方的皮皮呢 他等我們翻滾喔 翻滾完呢直接大招瞬移 他們的卡芬妮也加了一個瞬移 這裡下路掉了一個防禦塔 這邊注意到呢我們有兩個死亡術 都是敵方皮皮的神操作唷 但是呢如果敵方的皮皮能夠 無所顧慮的往前來連招呢 好好的秒技能 那代表呢我們隊友給他壓力 也是不夠多的 一般來說呢如果坦克角唷 像是皮皮 或者呢薩尼啊 朗博亞這英雄呢 可以很誘哉的走在全線 好好的瞄準呢 血量還是保持滿的 那代表呢給他的壓力不夠 一般來說呢給壓力都是輸出角的工作唷 像是法師啊射手啊 這也是為什麼呢這版本的 令月跟蘇這麼強 阿茲卡的話呢則稍微有一點難喔 阿茲卡的下號人呢要靠小兵坦二技能 要比較提前做反應喔 目前比數呢7比14 好消息呢是我們已經拖到九分鐘了 快要到後期 到了後期呢我們的陣容會好大一點喔 主要是呢清燕跟我們都稍微的 有點後期 影咒的話呢是前中期滾雪球加爾 沒滾起來的話呢 他的作用就會稍微的有點限制 而我們的中路是阿茲卡 阿茲卡呢 他的清兵能力還是挺OK 所以呢應該可以多少 多撐久一點 這邊呢敵方要點高低 喔皮皮好不將你喔 直接滾進來 滾進我們人群中 那也沒辦法 剛剛呢只有我們跟 阿茲卡兩個人的防守 不過呢這邊呢 雖然 上路高低是被拆到呢 但我們有勉強的守住 有一時間呢已經到了後期 到了後期呢就是我們清燕 肥起來的時候了 這時候呢我們凱撒路會有更大的影響力 畢竟呢清燕對上莫托斯 還是我們比較優的 一陣場的康壓局呢 這時候我們稍微的 終於有點優勢了 注意看這個莫托斯 如果隨意往前跳呢 那就是有去無回了 而敵方後面想要支援的隊友呢 也被我放攔截了 這時間點呢 這部團戰我們第一波打贏 比數來到13比21 看來我們依然是逆風的 趁這個多打少優勢呢 來成立一下冰山 這邊注意到敵方的射手是卡芬妮呢 主要是我們手比他長的關係喔 要打架呢他勢必會先吃我們一槍 吃一槍之後呢他血量就會不滿 我們隊友就可以輕鬆把他擊殺 像這邊呢秒了敵方的卡芬妮 這皮皮呢確實挺不好處理的 而且可以看得出來呢 他經驗是很豐富的 如前面所說的呢 如果可以的話 好Ban角我們優先Ban 卡芬皮皮這樣子 這時候往前走呢 把敵方防守趕走 不過呢有阿萊的關係喔 還是可以輕鬆的清掉冰山 待會呢會有魔神凱撒 我們就直接吃掉魔神凱撒吧 菲勒想要過來看喔 注意先躲他的二技能 他穿搶失誤了 那就一套把他帶走 看得出呢 菫的傷害也是很爆炸的 敵方少玩給打野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拿下這個魔神凱撒 這時候我們可以選擇呢 放上路穩定的推塔 或者呢放中路直接結束遊戲 卡芬尼在下路露頭 而這邊呢我們有青眼也在喔 可以嘗試去爆炸 看這一波呢敵方的皮皮跟卡芬尼 已經往下路移動了 他們已經對兵線有疑似了 不過呢我們的銀州貓斯 已經沒了 這時候呢可以注意到卡芬尼跟皮皮 已經在下路有動作 忙的菜都會菜喔 他要滾進主堡喔 但這邊呢我們的上路卡薩 已經快要碰到主堡了 這時候注意敵方阿萊 水量不滿的 一普攻呢直接把阿萊秒了 注意地圖呢 卡芬尼已經碰到我們主堡了 我們趕緊換個過來一點 但看來呢是我們的傷害更高一點喔 真的非常驚險的一場 回方可以看到呢 我們主堡掉血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差一點點呢就要輸掉 如果你覺得非常驚險喔 不妨幫影片點個讚 最後呢我是尚恩 感謝你收看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